大家好,欢迎到Sys Mandarin来 我们今天会再介绍一句中文 这一句是第48句 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是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创始人是founder之一 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其他的人 那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以前我们介绍过毛泽东说的一句话 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那今天我们会再介绍一句毛泽东说的话 这个是应Anonymous的要求 所以我们再介绍一句毛泽东说的话 毛泽东也是中国的主席 是从1949年到1976年 主席就是president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青年人朝气蓬勃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好,那现在我来说一下 每一个词的意思 青年人 青年人 青年人就是年轻人 Young people 青年人 朝气蓬勃 朝气蓬勃 朝气蓬勃就是full of vigor energy energy 一般我们用朝气蓬勃来形容年轻人 这个朝气蓬勃 is adjective 比如我可以说 比如我可以说 他朝气蓬勃 好像 好像 好像就是as if like 好像 早晨 早晨就是morning 早晨就是早上 早晨 八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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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eight o'clock 九点钟 九点钟 是nine o'clock 我们这里说八九点钟 就是八点或者九点 八九点钟 八九点钟的太阳 太阳就是the sun 好 青年人朝气蓬勃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好 那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 我们今天学的这一句话 青年人朝气蓬勃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young people are full of vigor and vitality like the sun at eight or nine in the morning 青年人朝气蓬勃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要学的这一句话 希望大家喜欢 好 谢谢 我们明天再见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If you haven't done it yet I will continue to motivate you to learn Chinese every day 好 谢谢 我们明天再见